2008年9月19日,新加坡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凶杀案,一名华人男子对同屋的四名女子狂砍134刀泄愤,现场宛如人间炼狱,可被捕后该男子却始终一脸的笑容,说道,我从不后悔杀了他们,因为他们都虐待我,如今我终于可以解脱了。 让人不禁猜测,该男子与同屋的四名女子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,又为何一定要杀害他们呢? 大家好,我是猫探长,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曾轰动一时的新加坡惨案,略恋杀鸡,一探究竟。 2008年9月19日,凌晨12点50分左右,此时夜深人静,人们都已经熟睡,可就在这时,位于新加坡一顺十一街,第349座附近, 突然传出一阵惊叫声,被惊醒的居民纷纷透过窗户向外查看,发现一名女子竟然从楼上坠落,此刻正躺在血泊之中,于是位于五楼的居民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。 接到报案后,警方很快就赶到了案发现场,发现一名年约30岁左右的女子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,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,死前身上正穿着一件黑色的吊带睡裙, 暂时还无法得知对方的身份,可警方通过该女子的死亡位置判断,她应该就是从身前这栋居民楼内坠落,于是立即封锁了整栋大楼,并展开了一番严密的排查。 好在这栋大楼一共只有12层,因此排查的难度并不大,起初警方并没有发现一场,可来到第六层的时候,却在一个房间的门框上发现一处血迹,于是立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,可所有人都明明听到了屋内有动静, 却无论怎么敲门也始终无人应答。直到警方准备使用工具强行闯入时,一名身穿粉红色上衣的男子才打开了房门,不过他只打开了第一道门,最外面的护栏门却始终没有打开。 然后隔着门对警方解释道,门框上的血迹只是我吃螃蟹不小心弄伤后留下的,可当警方执意要进屋查看的时候,反应男子却就是不肯开门,这无疑让警方更加确信了,该男子一定有问题,于是直接强行破开了房门。 而就在打开房门的一瞬间,一股浓烈的血型味扑鼻而来,而当看清了现场的容貌后,顿时所有人都是感到一阵毛骨悚然。 通过警方的现场勘察发现,这个房间里一共有两个卧室,一间仓库以及一个卫生间。 而当警方走进左上方的卧室时,两具惨不忍睹的女士赫然出现在面前,其中一位死者年龄大约40岁左右, 被发现时身上只穿着一条内裤躺在床上,经法医检测,她身上一共有48处刀伤,且主要集中在腰部以下的位置。 而另一位死者则是一位十几岁的女孩,一共身中45刀。 随后,警方又在卫生间内发现了一名十几岁的女孩,她一共身中41刀,也是早已体无完腹。 可神奇的是,这位女孩竟然还有一息尚存,只不过从她的伤势来看, 能救活的可能性应该并不是很高。 至此,加上之前坠楼的吊带群女子,目前已经出现了四名受害者,累计一共遭受了134刀。 显然凶手在作案时,一定带有泄愤的嫌疑,而第一嫌疑人自然就是那位之前迟迟不肯开门的粉衣男子, 于是警方立即将她带回了警局进行审讯。 而在审问的过程中,可以说是既顺利又坎坷,顺利的是,粉衣男子从一开始就直接承认了自己就是杀害四人的凶手。 可当警方问她杀人的理由时,她却始终闭口不提,好在通过询问附近的居民警方得知, 包括粉衣男子在内的五人,说的都是汉语,这也就是说他们应该都是中国人。 于是,新加坡警方立即联系了中国大使馆,并很快就得知了五人的身份。 据调查,死在卧室里的两名女子是一对母女,母亲名叫张梦,当年42岁,中国天津人,是一名从事运输业的女商人。 几年前与丈夫离婚,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,也就是跟她一起死在卧室里的那位女孩,名叫冯建宇,是新加坡关北征学的一名学生。 一年前,张梦为了陪女儿在国外读书,所以放弃了国内的事业,来到了新加坡。 而坠楼身亡的吊带群女子则名叫杨洁,当年36岁,中国沈阳人,容貌娇好,目前属于已婚的状态。 与张梦一样,也是一个人带着女儿来新加坡读书的陪读妈妈。 而她的女儿便是在洗手间内,发现的那位还有一膝尚存的女孩,名叫林美丽,以下简称小林。 目前就读于新加坡德景中学,学习成绩非常的优异。 所有老师都认为,她很有希望考进世界顶级大学。 至于本案的凶手,则是一位来自于天津的41岁男子,名叫王志健,目前属于离异午夜的状态。 可根据警方的调查,她既不是张梦的前夫,也不是杨洁的爱人。 这也就是说,王志健在名义上与这两对母女没有任何关系。 可既然如此,她又为何会跟他们住在一起? 她究竟跟谁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呢? 根据案发现场的居民所说,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张梦以及杨洁跟王志健一起出过门。 所以没有人能够肯定,王志健到底跟谁有关系。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,所有邻居的口风倒是非常一致,都怀疑杨洁,也就是那位坠楼的吊带群鱼子,应该才是王志健的情人。 因为杨洁每次出门都会精心打扮,而且着装一直都比较时尚性感,显然更受男人的青睐。 可反观张梦却是一向打扮的比较朴素,给人一种非常老实本分的感觉。 可就在这时,之前被送往医院抢救的小林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,而他的一番话令本案迎来了180度的大反转。 据小林介绍,看似老实本分的张梦才是王志健的情人,或者说是张梦的男宠才更加合适。 因为张梦的话对王志健而言就如同圣旨一般,哪怕再过分的要求,王志健也不敢忤逆张梦的意思。 而最过分的一件事便是,在晚上七点以后,张梦就只允许王志健在仓库里面待着。 如果想上厕所,王志健也只能用报纸解决,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以后才能出来。 而面对如此带有侮辱性的要求,王志健却是一直言听计从,不禁让人怀疑,他如此的卑微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张梦的手里呢? 顺着这个思路,警方再次对王志健进行了询问。 由于此时,小林已经醒了过来,王志健自知事情的真相已经无法隐瞒,便索性将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,并告知警方,张梦只是表面看上去比较保守本分,可事实上,他就是一个病态的女人。 而随着王志健的一句抱怨,一段极度扭曲的虐恋,也逐渐浮出了水面。 张梦与王志健是在1996年炒股的时候就已经相识,不过当时二人都是已婚的状态,因此并没有过多的联系。 直到九年后,二人才逐渐走到了一起。 2005年6月,王志健的妻子突然跟他提出了离婚, 而理由则是嫌妻丈夫太过于老实无趣,而在得知王志健离婚以后,张梦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他,并表达了对他的爱意。 原来,张梦在第一次见到王志健时,就已经开始觊觎他了,因此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。 由于王志健正处于感情的空缺期,再加上他为人老实,思想简单,因此二人很快就成为了男女朋友关系, 并在相处了一段时间过后,王志健就彻底迷恋上了这个表面文静,骨子里却无比疯狂的女人。 毕竟王志健一生老实奔分,思想保守,所以对张梦这种激情四射的女人,自然是最没有抵抗力, 以至于后来直接向张梦的画像闻在了身上,可见王志健对他已经痴迷到了什么地步。 但王志健不知道的是,当时的张梦其实并没有离婚,这也就是说,张梦与王志健在一起时,还是一位有夫之妇。 所以像古板的王志健实在受不了做第三者,纵然有万般不舍,他也还是提出了分手。 可就在这时,张梦的疯狂属性就展现了出来,为了挽留王志健,他竟然咬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,上面写道, 我爱王志健,我想嫁给他。这令王志健无比的感动,不仅没有分手,反而来了一场海事山梦,并答应张梦继续这段感情,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。 不久后,张梦的丈夫就得知了王志健的存在,不过他身为一名人民警察,自然是不可能采用不恰当的手段处理此事。 于是就将王志健以及张梦都约了出来,让张梦在他们之间做一个选择,而张梦几乎没有丝毫犹豫,当即就选择了王志健,因此不久后便与丈夫离婚了。 可张梦的家人却非常反对他与丈夫离婚,并始终认为就是王志健勾引的张梦。 所以每天都去王志健的公司找麻烦,令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丑闻,导致他实在没有脸再在公司待下去了。 无奈之下,只能提前退休,一次性拿了40万补贴后离开了公司。 而在没有了婚姻的前半,二人开始了一段甜蜜且狂野的恋爱,可就在这时,张梦的公司却出现了资金周转的问题。 但他过惯了富裕的生活,因此王志健的40万退休金,很快就被他花得所剩无几。 可王志健却根本不敢阻止张梦去挥霍他的钱,因为随着二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,他开始逐渐发现张梦这个女人实在太可怕了。 他不仅控制预计强,而且脾气异常的火爆,只要王志健敢做出一点让他不开心的事情,张梦就会疯狂的辱骂,摔东西。 甚至直接动手打人,导致王志健只能选择顺从,可这样的日子任谁也不可能长久的坚持下去,于是王志健开始产生了分手的念头。 可每一次王志健提出分手的时候,张梦都会如同疯了一般大吵大闹。 有一次张梦为了挽回王志健,竟然疑似相逼,直接站在了15楼的阳台上,然后对王志健疯狂的大喊,只要你敢分手,我就从这里跳下去。 王志健一生平淡如水,何曾见过这种阵仗,因此早已吓到汗毛林立,最终只好选择了妥协。 而最让王志健感到害怕的一次是,张梦在跟王志健驾车出门的时候,只因王志健又产生了分手的念头, 他便直接开车,全速撞向了路边的石吨,导致二人双双重伤,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。 显然,张梦做事从来不及后果,疯起来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来。 所以从那以后,王志健再也不敢向张梦提出分手。 好在这个时候,张梦的女儿正好获得了去新加坡求学的机会,于是他就彻底放弃了国内的事业, 专心带着女儿去新加坡做起了陪读妈妈。 而王志健则正好趁此机会,与张梦断了联系,毕竟二人两地相隔,分手也就成了顺其自然的事情, 可张梦这个女人身上仿佛拥有一种魔力一般。 尽管王志健一直在提醒自己,以后绝不能再跟张梦这个女人有瓜葛。 可每当张梦趁女儿放假期间回到中国时,他都只需要掠施手段, 王志健就会乖乖地回到他的身边。 于是王志健为了坚定自己的信念,在自己的两个肩膀上分别纹了一个死神以及一条毒蛇的图案, 以此来时刻提醒自己,张梦就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恶魔。 可即便如此,也还是毫无用处。 当张梦再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,王志健还是没有经受得住诱惑, 不仅答应了张梦复合,还跟他一起去了新加坡生活, 而这场悲剧也就此拉开了序幕。 2008年7月,也就是案发的两个月前, 王志健跟随张梦来到了新加坡, 可刚来到这里,他就遭遇了非人的对待。 由于当时的张梦已经出现了财务危机, 所以在新加坡租了一个房间后, 就立即将另一间卧室租给了其他人来分摊房租, 也就是杨洁母女二人。 可他们根本无法接受屋子里突然住进了一个男人, 因此张梦为了不失去分摊房租的人, 便命令王志健在家里有其他人的时候, 必须在仓库里面躲着, 那集也只能依靠报纸解决, 导致王志健经常一整个晚上都只能在一个充满恶臭的房间里面生活, 尤其是张梦的女儿冯剑宇在的时候, 张梦就更是不允许王志健出门了。 毕竟在女儿冯剑宇的心里, 就是王志健让自己失去了爸爸, 所以一直对他非常憎恨, 自然是不愿意再见到他。 同时,张梦还不允许王志健在仓库的时候穿衣服, 以便他可以随时去找王志健玩耍。 而除了肉体上的折磨, 王志健还需要像保姆一样照顾张梦母女的饮食齐居, 花自己的钱为母女二人买菜做饭, 却不允许跟他们母女一起上桌吃饭, 只能吃他们剩下的残羹剩饭果腐, 稍有做不好的地方, 就会被张梦不停的辱骂, 过得简直如同奴隶一般。 不过真正逼疯王志健, 让他大开杀戒的却是因为一顿螃蟹大餐。 2008年9月18日, 张梦让王志健买点螃蟹回来吃, 可我们要知道, 螃蟹在新加坡属于一种非常昂贵的食材, 而此时的王志健所有家当又就只剩下2800元, 所以他只买了两条鱼回来, 想着都是海鲜应该差不多, 可买回来以后, 张梦却非常不满意, 整整骂了他快三个小时, 期间各种侮辱性的言语层出不穷, 而且声音非常大, 几乎整栋楼的人都听得到。 可到了深夜, 张梦却将王志健叫到了自己的房间一起睡, 而这也是王志健自来到新加坡以来, 第一次进入房间睡觉。 翻云覆雨过后, 张梦睡着了, 可王志健却躺在床上, 始终无法入眠, 回想与张梦在一起的这两年, 他不仅失去了工作, 而且所有的积蓄都消耗殆尽, 更是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。 要知道, 曾经的王志健可是一位公司的高管, 既有地位又有钱, 因此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, 便一个人走到厨房, 打开了窗户透透气。 可就在这时, 他不经意间瞄了一眼厨房里的菜刀, 看着闪闪发光的刀芒, 他多年来隐藏在心底里的愤怒彻底爆发, 而随着无尽的愤怒涌上头顶, 王志健在顷刻间就失去了理智, 于是拿起这把菜刀便冲进了卧室, 对着熟睡的张梦就是一顿乱砍, 仿佛一头发了疯的野兽, 令张梦只来得及发出两声惨叫, 就瞬间失去了生命体征。 而就在这时, 在客厅睡觉的女儿冯建宇, 文生立即走进了房间查看, 见来人是冯建宇, 王志健毫不犹豫地向他也砍了过去, 因为张梦的女儿曾经对他的态度同样非常的恶劣, 所以下手也是非常的凶残。 做完这一切, 王志健先是去厨房换了一把菜刀, 然后又冲进了杨洁母女的房间, 显然是准备赶尽杀绝。 虽然当时杨洁母女一直在拼命反抗, 可面对人高骂大的王志健, 二人还是逐渐落了下风, 最终小林被刺成重伤, 母亲杨洁则趁机逃了出去, 可她没有选择直接从大门逃走, 因为一开始我就介绍过, 这个屋子的大门一共有两层, 打开所需要的时间比较久, 所以在慌乱之下, 杨洁做出了错误的选择, 直接逃到了厨房的窗外, 然后双手抓着外面的栏杆, 将自己整个悬挂在了半空, 企图以这样的方式躲过王志健的追杀, 可后来却因为历劫自己掉了下去, 而在看到杨洁摔死以后, 王志健甭准备就此逃离这里, 却发现小林并没有死, 反而晃晃悠悠地逃进了洗手间, 将门锁了起来, 可一道木门又岂能挡住一个发了疯的人呢, 因此王志健最终还是破门而入, 对小林也下了毒手。 杀完人后, 王志健并没有选择马上离开, 而是先洗了一个澡, 然后换了一身新衣服, 毕竟当时他的全身都是红色, 跑出去一定会被人马上发现, 可真当他准备逃离这里的时候, 警方却已经赶到了现场, 最终将他抓捕归案。 尽管王志健残忍地杀害了三条人命, 可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, 他是在情绪压抑了许久以后, 才出现了失控行为, 所以他很有可能被判过失杀人, 至少也是存在减刑的理由, 想要判他死刑几乎毫无可能。 可很快, 警方就找到了他杀人时, 意识其实非常清醒的证据。 据幸存者小林所说, 王志健是在杀害了张梦母女大约20分钟以后, 才闯进他和母亲的卧室, 这也就是说他的杀人过程并不具有连贯性, 而且20分钟的时间也足够让一个人从失控的情绪中走出来了。 同时杨洁的死也并非属于自己坠落, 因为警方通过尸检发现, 在杨洁的手指上有明显被刀砍过的痕迹, 这也就不难判断, 杨洁应该是被人砍到手指以后, 才使他无法抓住栏杆, 从上面坠落下来, 属于绝对的他杀, 所以王志健的行凶过程应该分为两个阶段, 第一个阶段是他杀害张梦母女的时候, 当时他确实属于过失杀人, 而第二个阶段则是他企图杀害杨洁母女的时候, 这时他其实已经恢复了理智, 其杀人的理由自然就是为了灭口。 最终新加坡高等法院于2012年11月3日裁定, 王志健犯有两项过失杀人罪, 一项故意杀人罪, 以及一项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绞刑。 而在等待处决的这段时间里, 王志健似乎开始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, 给小林以及杨洁的家人写了很多封道歉信, 却直到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, 也没有给张梦的家人写过一封, 显然直到死亡的那一刻, 他也依然没有消除对张梦的恨意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 我是猫探长,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, 麻烦留下一个关注再走, 咱们下期再见。